觀眾朋友 不知道說你們家的房子 會蓋在地上 這陣子真的地上一直搖 一直搖到大家膽戰心驚 特別是呢 在過年前二月六號花蓮那場地震 是搖出大家心裡最最最深的恐懼 地震一來房子會不會倒 他說是不是老屋就是微屋 是不是房子老了就危險呢 恐怕也不至於 因為在這一次花蓮地震當中 倒的都是高樓 那些老的房子呢 看起來都相安無事 可是難道高的就是危險嗎 也不至於 那關鍵在哪裡呢 你要知道你的房子到底 耐震不耐震 接下來行政院編了六十億 要在四年完成全國 特別是六層樓以上的這些房子 這個耐震安全的健康檢查 如果檢查出來說 這個房子真的在耐震安全上有些疑慮的話呢 就要再進一步去做整個耐震的這些整個評估 評估出來如果真的危險的話呢怎麼辦 當然就是能補強的補強 不能補強就要改建 可是呢這個老屋健檢已經推了很久很久了 那為什麼之前看起來成效不是那麼好 最最大的關鍵就是很多民眾說 我沒有在討論我這間房子住得好好 我如果去給他檢檢 萬物人檢查出來結果說 這可能是危險的話 我哪有在條堂修理啦 我要到生錢去補強啦 如果不行的話 是不是可以做都更改建呢 拍謝齁 在臺灣你要做都更做改建 真的是遙遙無期 行政院這一次提出來的計畫 是不是可以有效解決 之前都更推不動 改建推不動 以及民眾不敢去做所謂的老屋健檢的這個心態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來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內政部營建署的代理署長 王榮靖 王所長你好 紫車人還有各位觀眾 大家晚安 大家好 特別感謝 再來是歡迎臺北市老屋改建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他自己呢也是土木工程技師 胡偉良 胡理事長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其實今天要從務實的層面來看 民眾為什麼不太願意去做老屋健檢 為什麼改建都更這麼困難 來歡迎是住商不動產企劃研究室的經理 許家欣 先生好 大家好 先很快來看一下現在內政部推出來這個政策 經費當然最重要沒錢不能做事 有錢是不是就一定做得了事也不必然 但是這一次錢真的很多 四年要花六十億 錢真的很多 那錢要怎麼花呢 特別是在九二一 一九九九年之前蓋的房子 九層樓以上的呢 要在今年完成健檢快篩 快篩待會要怎麼篩就要請教理事長 六層樓呢要在三年內 這大概有將近兩萬七千多件 六層樓以上的呢 要在三年內也就是民國一百零九年呢 要全部快篩完成 塞完之後怎麼辦 比如說你有流感 塞完確定你是陽性的 就要吃客流感 你如果塞完之後呢 確定有高度危險疑慮呢 你就要強制被強制要去做耐震評估 還有很多很多 譬如說大賣場 百會公司 電影院 KTV啦 還是那個Russia啦 還是這個民宿啦 你只要超過三百屏 而且你是在一九九九年之前蓋的 超過三百屏 儘管產權是私人的 比如說這間電影院我開的了 但是大家都可以來看電影 這種私人的公共 私人的建築 可是呢 提供給大眾來使用的這些 包括旅館百貨公司 商場 量販店 運動 休閒場所等等等等 KTV等等等等的 全部啦 都要強制的去做耐震評估 評估之後 正經說不行 所以來就是要嘛你給他補牆 要嘛拆掉重建 說錢要對 政府說呢 如果說你要重建 或是補牆的話呢 第一個 第一個在之前評估快篩呢 我都會補貼你錢 第二個呢之後呢 可能在貸款上 或者是說融機率上呢 我會大幅的提高 真的有幫助大家在下一次強震來的時候呢 房子不會再倒那麼多嗎 我們來看看行政院打算怎麼做 花蓮大力震和兩年前的台南地震 震出國內老屋耐震度不足的問題 行政院長賴清德26號清上火線 斷出政府全國建物耐震安檢 和重建補牆政策 包括建物快篩 耐震評估 重建補牆到階段性補牆 以及金融協助等五大策略 根據內政部的資料 全台三十年以上老屋超過四百萬戶 政府已經主動針對921地震 以前的建物快篩 十二樓以上已經完成九千三百件 今年要完成九樓以上的建物快篩 六樓以上的三年內要完成 並且提供快篩出坪和翔坪的補助 從兩千元到六十萬不等 但快篩之後 若有補牆或重建必要 危險老屋重建設融機獎勵 和免地獎稅的優惠 以及信用貸款 渡更重建的部分 自主渡更計劃 和全力變更計劃也都有獎勵 而渡更整圍 則按樓地板面積也有補助 在後期施工和完工階段 也會提供獎勵誘因 像是花蓮 圓門翠堤快篩後 就認定需要結構補牆 但還來不及就遇上強震 針對私有的建物安檢和補牆 政府將會受建築法強制進行 違反者處三十萬以下罰還 當建築法七十七條之一 不過有建築師認為 強制建檢得考量成本和難度 而且那一陣補牆重建 應該要個案看待 尤其私人建物的補牆改建 是否該有政府的補助 也都有公平性的問題 鄭一平說 基本上支持政府推動勞務健檢 但是應該以時間區分 像是九二一以前的建物 才應該要強制 而不是全面性 也應該有類別區分 像是樓層高度來劃分 分批來推動 民眾接受度會更高 記者市長 向愛森去台北報導 來 署長就要請教你 四年六十億 說實在 這個預算是很大了 真的做得到嗎 今年要把九樓以上全部都要完成 這個建數大概有多少 九樓以上的話 大概有一萬多建 一萬兩千多建 如果再加上六樓以上 就加加大概快四萬元 三萬六千多建 六樓以上大概有三萬六千多建 你們要怎麼做 你們就是愛府去港工 我要幫你檢查 因為這個快篩的部分 他是不會挨家挨戶 他是因為我們所有的建築物 他都必須要跟地方政府 來申請建造執照 才能來興建 所以地方政府 他都擁有這個各個建築物 他的原來的設計的圖收 那所謂快篩 就是由我們內政部 會補助地方政府 由地方政府來委託相關的 專業團體 像結構機制公會 或建設公會 然後就原來 這個建築物申請建造執照 當時所附的這些結構的計算書 或者結構計算圖 那有這些計算書 跟設計圖 那直接來判定 他的這個建築物 他是不是有結構 這個不規則的形 不規則的這種形態 或者是說他在這個一樓二樓等等 有沒有所謂的大家擔心的軟弱層 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因為如果有的話 他就會篩出來 就會建立他說 那這些建築物 可能要進一步的去做 耐震的這個評估 所以他是不需要愛家愛戶去的 他是按照原有的設計圖說 就可以來做判斷了 如果輸長我看了 我理解不對你的意思 所以現在就是說 他們都來進步 然後要跟所有管市政府 大家都來來來開花 然後呢 反正你要錢嘛 中央會補助你錢 地方政府呢 就之前你這些建物呢 申請的建造 是先來看你的圖 對 你的圖當初設計就有問題 先把它篩出來 如果說呢 你這些建物呢 還有去申請一樓二樓 柱子敲掉 要去做銀行的去做民宿的 或者去做其他的使用 這邊也要把它篩出來 應該不是說 他有沒有敲掉這個 因為敲有沒有敲掉 有沒有改變 那要現場去看 才能夠發現 那圖說 你看圖說 是沒有辦法發現 他現況的 現在的實際的那個狀況 有沒有被改變 他是說他原來設計的型態 比如說我們在這次的地震裡面 大家也發現 如果他原來設計有挑高的 就一樓有特別高的 或者一樓有大空間使用 沒有盤掃牆壁的 或者他有棋樓 銜挑棋樓 或者他的型態是不規則的 那這些呢 在地震地震力 地震發生的時候 他承受地震力呢 他就會產生所謂的硬力 硬力集中這種狀況 那會造成這個建築物 比較容易受到破壞 所以這次快篩的 就是去篩那個原設計圖 現在有安全益力 他可能有一些特別的這種 他設計上可能有一些特別的 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你如果頭鋼減料的 鋼筋要貼幾基 結果他會減很多基 或是裡面黑白鋼 等你都 還是說那個條鋼 把那條卡繞繞繞 來做溫行的 你這次都沒有在條塞 那這個可能 因為我們的做的 做的那個順序 是他先去做圖面 去做快篩 快篩之後 如果發現說你這個建築物 可能有需要進一步的去做出品的話 可能他危險性比較高 那就會建議 就要求他去做耐症的評估 那耐症評估裡面 就有的出品跟想品 那剛剛主持人所提到這個部分 就會在出品跟想品 因為出品跟想品 相關的結構技師 或土木技師或建築師 這些專業人員 就必須到現場去看 那到現場去看 如果他現況有沒有被改變 當他們去現況 現場看的時候 就看得出來了 第二個部分就是剛剛主持人 提到的如果說他原來的這些鋼筋 是不是有問題 他的混凝土強度 是不是有問題 那這個可以在想品的時候 他就會去做專心的試驗 把混凝土的試體拿出來 到實驗室去做測試 就可以知道說 你這個混凝土 現在的抗壓的強度是多少 夠不夠 那你鋼筋的數量 還有他鋼筋的綁扎的方式 是不是合無規定 在想品的時候 現場的這些專業人員 還可以透過其他的儀器 來進行檢測 他建築物內部的這些鋼筋 配製的狀況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其實他是一個診斷的方式 是一個不同的 不同的階段 他有不同的診斷方式 那快篩他只是一個很簡單 很初步的先去做看 之後如果他有疑慮 那他再進入更詳細的這個檢測 所以快篩其實發動權 是在地方政府 而不是在所謂的那個房屋建物的 這個所有權人 沒有錯 就是說我們以前 我們之前政府 對私有建築物的部分 因為沒有法令 強制他要去做這個規 這個奈政的評估 所以我們都是用鼓勵的 獎勵的方式 補助他費用 可是我這兩年下來發現民眾 並不是很踴躍 但是這個事情 他還是會存在 所以政府就必須採取更積極的 這種態度 更積極的方法 來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才會提出快篩這樣的制度 快篩這種方式 他就是由政府主動來做 不需要民眾來申請 民眾不能拒絕對不對 對 政府我就主動幫你做 因為你的圖縮 已經在縣市政府 已經有你的圖縮了 所以縣市政府 他就可以主動的把這個圖縮拿出來 因為他也不需要到你家去篩 那如果說快篩的結果 認為你這個建築物可能會有疑慮 那他就會要求他 你必須要 這時候再來要求 建築物所有的圈點 他必須要來進行出品 那縣市政府不配合你 不會啦 因為我們這次 跟地方政府的溝通 地方政府 因為這個是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大家對建築物的公關 都是一樣重視的 所以我們目前為止 還沒有發現說 有縣市政府不配合的 大家都非常配合 了解那理事長 我請教你 這次跟上次之前 不太一樣的是說 之前都是鼓勵民眾 自己來去做老屋檢檢 民眾想像 我就不在打架 檢查出來 好像說一些 比較善用人 他如果說檢查出來 哎唷 夭壽我中間 你是要叫我 我沒有錢 我這間房子檢查出來 哎唷 圍羅 我沒有錢 收了 所以民眾檢檢的意願 低到不像話 這次說政府要主動出擊 但是先看圖 夠不夠 那我們再來看看 誘因夠不夠 或者是這個棍子 夠不夠大 快篩呢 一個建物補助你兩千塊 進到這個所謂的耐震 評估的初評 一個建物補助你六千到八千 那很詳細 去看你的黑門頭 你的梯子有白癢有交 這個是給六十萬補助 如果說接下來 要去做改建 要去做都更 危險的這些老舊 重建容積呢 可以提高三十趴 這可能大家最喜歡 看的是這個 如果三年內你可以解決的話 三十趴再給你加十趴 最關的四十趴 你四十趴其實怕死人 那容積提高 其實有很多人不同的意見 那自主都更呢 最高一個所謂的計畫呢 還是可以再給你最多五百萬 第幾歲 減少兩年 這是完成之後 低價稅少收兩年 這個其實土徵稅 大家不要小看他 土徵稅其實也很嚇人 土徵稅呢 如果你是全力變更案 第一次移轉 可能說賣掉 是怎樣 減四十趴的土地真實稅 這其實也很多 然後金融的信用協助 或者是說 你要去蓋房子沒錢 貸款利息補貼等等的 棍子就是說 接下來要修法 依照現在民進黨 在立法院的席次 要修就一定修得過了 建築法七十七條呢 原本只有說消防安檢沒過 我可以罰你 沒有說結構安全限期改善 你不改善我罰你 現在呢要徵修說 如果你被我發現 你是結構有危險 我要求你一定時間內改善 你還不改善 我可以罰你六萬到三十萬 連續罰到你改善為止 這一次不一樣嗎 好我回到剛剛前那個問題 做一些補充 第一個剛剛講那個標題講的說 是一九九九年興建 其實應該是一九九 一九九九年之前 啟德建造的 這個啟德建造跟實際上興建 是兩回事 他可能在二零零二二零零一 才開始興建 所以實際上應該是一九九九年 開始之前啟德建造 應該是這樣才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一般現在我們來講 現在這個建築物發生災損 主要有四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地址 地址可能他是屬於跟我們 尤其在早期 我們必須要講實話 早期的很多地址轉換報告 都是作假的 所以從這邊 我們當時的這個 土壤的這個地址轉換報告 是不是反映當時真正的 土壤下面的這個真實狀況 其實是存你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其實我們快篩是 完全是針對設計圖去做篩檢 是 設計圖有沒有在設計上 有沒有存有剛剛書長講的 有沒有所謂的規則 不規則形狀 有沒有所謂軟弱層的存在 做 就這方面做檢查而已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災變主要來自四方面 一個是地址軟弱 一個是怎麼樣 一個是設計上存有瑕疵 就剛剛講的 有硬力集中 有結構 它的這個狀況不規則 或者有軟弱層的存在 這是設計方面 第三個就是施工上的問題 第四個就是使用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快篩 實際上只針對裡面 最容易這一條 但是也實際上 真的也只有這一條能夠執行 因為你去怎麼樣去檢查到施工的過程 有沒有符合施工要求 這是很難的 尤其在一九九九年之前 那個時候混凝土加水 是個很普遍的現象 偷根解料是個很普遍的現象 所以從快篩上 其實是把特別顯著 設計上就有問題的找出來 那設計上有些可能沒有問題 有些出現在這個使用上 或者出現在這個施工上 或者在地質磚造假 這方面其實還是塞不出來 我這樣做個補充 然後再回到剛剛主持人提的 第二個論題 就是棒子跟蘿蔔 對對對 這個棒子跟蘿蔔 其實我們現在講說 老舊重建的容積是三十Percent 其實不是說是你老舊就給你三十Percent 他是有條件的 比方來講署長剛剛有提到 這也就牽涉到政府的 所謂的公共利益的觀點 就是說我給你容積 你一定要給我公共利益的 做對等的回饋 所以他要怎麼樣 他要你要符合立建築 你要符合這個建築安全標章 你要道路退縮 諸如此類才給你 並不是說你只要是為老 我就給你這個三十Percent 不是這樣的 這個我在補充說明一下 但是那個最多很難達成 最多三十Percent 那另外一個說前辯才做減免四十Percent 土徵稅 可能好像不是這樣 現在的目前的為老條例 規定你不需要經過前辯 你就只要符合為老的條件 他就給你這個土徵稅的這個獎勵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措施 並不需要透過前辯 因為前辯通常講的是 所謂的都市更新 那為老條件 為老條例跟都市更新 其實是有差別的 是 是這樣兩個問題 當然是整個政策的說明 那政策有沒有效 第一個 那些危險的房子 可不可以在這一次被篩出來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民眾是不是真的 就開始會有意願 把有危險的房子補牆 甚至拆掉重建 其實剛剛講過 這個這次的快篩 其實是 就是業主 我們就講說是住戶 他並不需要參與 純粹是從公部門這邊 請一些相關的祭司 來就圖面上來做篩檢 所以民眾並不需要參與了 是到了這個 這個出篩有問題之後 進入出坪的時候 這個時候地主 也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的這個住戶 才開始參與這個出坪的過程 所以出篩他們沒有參與 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這樣是 應當是好 這樣比較沒困擾 沒困擾 因為你政府先從這個 就專業技術人員先從圖面上去看 看到那些 本來設地上就有問題 他就 如果設地都有問題 你當然施工那些很可能 都還是有更大的問題 但是署長我請教 我們現在比較害怕的 因為不管是 那時候東興大樓 再到台南的這個圍貫 再到花蓮這個魚門槌地 看到的都是那種高樓層 一二樓的這個結構上 似乎有被動過的 這個疑慮 我們這次快篩 有制條說 除了看圖 因為大家都很會畫圖 建築師 大家都很會畫 畫圖跟起床是兩塊書 能不能透過地方政府 或者是所謂的區長 或是里長的這個機制 把那一種一二樓 然後呢 有敲牆敲住的把它塞出來 不要只看圖這樣 跟主持人說明就是說 這一次其實快篩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 不是現在才要開始 其實我們一百零六年 就已經開始在做了 那只是這一次 因為花蓮發生地震之後 那行政院的這個方案裡面 是未來我們希望加速 而且擴大來辦理 那我們這一百零二年 一百零六年 只要是針對十二樓以上的部分 已經先做了 那預計要已經有九千多件 預計要做 那目前已經完成了 大概有六千多件了 是 那花蓮的部分呢 針對十二層樓呢 他已經完成這個快篩 那在這一次的 大家關心到的 就這一次的那個銀門確體 他是十二樓的 那他是在花蓮的快篩裡面呢 他就被篩出來 他就是被篩出來 認為他是有疑慮的 那個看圖就可以篩了 對 那要求他要去做這個 未來會要求他去做出品 但是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因為這一次地震來了 非常的突然 是 那他們還呢 不僅就出品 就發生了這個倒塌的不幸事件 所以我在這邊也是 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那依照這樣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快篩 他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剛剛主席人講到的 沒有錯 快篩他只是第一步 就跟我們一般的醫生一樣 我先醫生給醫生看 醫生認為說你這可能 你身體可能有一些狀況 那他就會建議你去做更詳細的檢查 是 那我們一樣快篩之後發現你這個建築 可能有潛在危險 就會要求他你必須做出品 那出品呢 就會到現場去看 剛剛主持人關心 他就到現場去看 那到現場去看 他就會拿原來的土去跟你比對 現場如果有被改變 就會比對出來 那第二個部分 都假設說出品之後 還是認為說你可能 真的是非常有疑慮 他就會要求說 那你要進入享品 那享品呢 就不只是看現場 不是不只看你現在有沒有使用狀況 有沒有被改變 他還要看你看建築物的 你原來現況的混凝土的強度 因為混凝土的強度 用眼睛是看不出來的 他必須取樣 然後到實驗室去做實驗 才能測試 才能知道他的強度多少 鋼筋擺放的方式 因為他被混凝土包錢 你也看不到他鋼筋排列 或者綁扎的狀況 是不是合無規定 也看不出來 這時候呢 專業團體或專業人員 他就必須透過儀器的協助 來看你的那裡面 透視到內部 量裡面內部 他的鋼筋的狀況 那這樣子檢測出來 享品之後呢 那他的那個狀況 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並不是說只做快篩 就可以決定 不是快篩只是第一步 那後續還有 如果你有疑慮的話 還要進入出現 還有耐正評估 會進入一段一段 更詳細的這個判定 了解 佳慶清稿 從民間 從一般實務 甚至從業界 的角度 這一次政府的政策 會成功嗎 其實我們也希望 政府政策成功啦 希望跟實際 當然期待 可是其實我們就自己 對一些消費者的一些接觸 來說的話 他當然會有一些難度 就誠如剛剛信聰哥有提到的 就是說民眾 事實上第一個擔心 是我今天檢查出來 我有問題怎麼辦 那當然對於一些所謂的 大樓來說的話 因為有些大樓 他其實他有攻擊禁 他或許可以支付一定程度的 一個費用 可是很多的這種公寓 他是沒有所謂的管委會 也沒有所謂的公基金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些產品 他如果說 他可能在快篩 或者說進一步的一個出貧之後 發現有一些問題 其實民眾會擔心這個事情 就是說他有點點像我們921 那時候 不是有一些大樓 他被貼黃標 或貼紅標嗎 那因為貼的東西之後 他是直接影響房價 而且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這樣我如果說發現有問題 那我如果就可能把它賣掉 就了事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 如果說在我們的不動產交易裡面的時候 你明明知道這個東西是瑕疵 這是重大瑕疵 這是重大瑕疵 那重大瑕疵之後 你還隱瞞這個重大瑕疵 去做交易的話 當然形勢上面 民事上面就不說了 一定是折損嫁機 你如果去法院判 他一定會賠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你形勢上面還有詐欺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很多的民眾會擔心就是說 我今天我當然知道居住安全非常重要 可是如果我去快篩之後 搞得我今天的這個房子 出了一些問題 那我可能我會擔心說 我一方面我賣不掉 二方面我住起來又怕 我們就進退兩難了嗎 那當然現階段來說的話 我們的觀察是 政府其實很有誠意 從最早開始一路從都跟 你說從微老 事實上不斷地在給一些 新的優惠的一個方案 但在這個一個程度上面來說的話 對於我們有一些執行這種所謂都市更新 或者是微老的一些同業來說 他們有一個比較大的困擾是 優惠越給越大 那我前面的這個簽名的人 我不就是第一個簽就是潘啊 是 所以其實這個 等越久拿越多 到後來有些人 他並不是 並不只是所謂的叮子戶 而是他會在期待說 我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好的一個優惠 所以在這種狀態之下的話 你的優惠給的越多 另外一個程度上面 他可能會陷入一個迷思 就是 我民眾會在想欸 我如果再等下去 我會不會有更多的優惠 會不會更有利 所以這種狀態之下的話 其實我們會觀察 就是在老屋的一個推動上面來說 他會有一定的一個困境在這裡 不過這只是一個問題 等一下要請教署長 可是你剛剛講的前兩個 包括說那種 住在這種老舊公寓的 你如果發現問題 他根本沒錢去修 去補牆去改建 可是這一次針對是六樓以上的 至少今年是九樓以上 三年內才是六樓以上的 那這個應該都比較可能會有管委會 比較可能 因為你如果六層樓一定有電梯嘛 有電梯大概都是集合住宅 比較可能當然還是有沒有管委會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剛剛你談到說民眾意願很低 可是這一次是反其道而行 你沒意願沒關係 反正我政府看圖 我先要把有問題的透過圖篩出來 這兩問題看起來比較不存在 看起來比較不存在 但終究回歸到落實之後 還是一樣會有錢的問題 我們說事實上很多的民眾 其實當然大家都很重視生命安全 但是終究回歸來說的話 就是政府不可能每個個案都補助補到滿 他終究得要透過一些方面 比如說我可能住戶自己拿錢出來 或者是說我們拿錢沒有辦法拿錢出來 我得要借助銀行貸款 那有很多的民眾 他的一個房子老了 但他其實銀行貸款付完了 那他付完之後 他如果說他是退休族 或者是說他的收入 其實並不足以支付這些所謂 額外的一個費用的話 在一個程度上面來說的話 他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壓力 理事長我請教 你在食物面比較熟 快篩政府 我相信除了說政府主動去篩 民眾在之前也有一個那個 老物健檢方案 你如果說你要去快篩 政府也會補助 不管是補助兩千或是幾千 我們一次快篩 要看這個房子安全不安全 大概要多少錢 一次快 其實快篩很容易 快篩大概兩三千塊就可以 從圖片上進做審視而已 其實我覺得營業署的措施 他的想法並不是這樣 他們把它分成兩條路 一條就是屬於六層樓以上 這個就屬於量體比較大 而且就是所謂現在目前我們看到的這些 從九二一開始 這些產生這個人命 損及這個人命安全 通常都是發生在這個中高層 也就是說從六層以上到十五十六七層以下的 這種的住商大樓 幾乎是這樣 他的傷亡造成的最為慘重 所以政府主要就是針對這樣的住商大樓 而不是針對那五層樓以下的 其實五層樓以下的根本不需要快篩 他直接有這個偽老條例來處理這個五層樓以下的住宅 那其實偽老條例對這個處理這個住宅是非常有用的 怎麼講呢 其實基本上他們為什麼不用在這個五層樓以下 其實我覺得是有他的道理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知道一般的五層樓以下的公益 他的住間距其實都是不是很大 那如果說你再去做補牆的話 塞出來去做補牆 那我三十五十公分的柱子 變成七十九十公分的柱子 各位可以想 如果你的住的間距是只有三米 扣掉一個九十九十 那你這個柱子 這個房子還能住嗎 所以他根本不是 他現在根本政府的政策 不是針對那五層樓以下 五層樓以下其實你去做那些補牆 你怎麼補他還是只能讓你保命而已 保命不保財 什麼意思就是說 地震來了 你還是會 你還是會垮 但是你不會傷及人民的安全 就是說你人可以來得逃生 他主要補牆是針對柱子把你做安全 讓你柱子不會產生崩攤 五層樓以下你如果要補牆 第一個你要住就很難住了 第二個那個錢花的恐怕都比整個拆掉改進多很多 所以政府的政策其實很聰明 然後他這五層樓以下 他根本不叫你去補牆 他基本他已經導向說 其實五層樓以下 住戶的結構也很單純 而且你怎麼補牆 你使得這個補牆之後 使用的功能整個都喪失 而且最重要的 你的基礎部分 你是沒辦法補牆的 是 你去補牆這個基礎 你花的錢可能不如重建 而且政府透過剛剛你講的就是 危老條例 危老條例其實給你這些容積獎勵 其實等於是說你經過透過重建 你花的機會搞不好 比你去做補牆還要便宜 所以我覺得政府的導向 就是說五層樓以下 你乾脆就走向這個改建算了 那五層樓以上 剛剛講過五層樓以上 他是屬於集合住宅 多半屬於集合住宅 那集合住宅 為什麼政府非常重視這塊 第一個這種比較高層的通常都是一個集合的 集合住宅 而且現在我們出的差錯都出在這些 這些所謂的剛剛講的五六層以上 或者十七樓以下 為什麼十七樓以上 比較不會有問題 因為五十米以上 他是要透過這個結構審查 而且通常有資歷去興建這個十七層以上 五十公尺以上的這個廠商規模比較大 他的專業能力比較大 所以比較夠 所以基本上我們看到這些 這些在大樓的這個鎮災裡面 很少看到說五十米以上的出差錯 都是屬於五十米以下 那裡面六樓到十六樓這種中間 這種對 要高不高要低不低的這種 沒錯 那個是三不管地帶 而且常常是通工減掉 最能夠省錢 而且還怎麼樣 而且那個時候在使用上 尤其我們現在看到出問題都是住上大樓 住上大樓 其實為什麼會形成軟弱層 簡單來講起來 就是上面呢 都是牆體都是在的 因為上面的外牆 還有隔戶牆 隔線牆都在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上面上部結構是一個非常堅實的一個結構 所以地震來 你看所有倒塌上面都是完好如初 因為他上面非常堅實 反而到一二樓 因為挑高 再加上他把牆體拿掉 為了開放空間使用 他變成軟腳蝦 我們知道柱子越長 他抵抗抵抗的這個軸力 越少 再加上你把牆拿掉之後 柱子變成沒有支撐 沒有支撐跟有支撐的這個柱子 他的成長能力會差很多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他們去檢查 他們檢查方式完全正確 你去檢查有沒有挑高 有沒有牆拿掉 有沒有不規則型態 這個方式都是對的 而且只有這種的建築物 出了差錯之後 會造成很大的人命的傷亡 是 那你那個小小五層樓 其實就是一兩戶 其實相對的來講 透過另外一個方式來去解決 透過另外一個機制來解決 不過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談的是快篩 第一個要篩得準 要篩出來的這個機率比率要高 但篩出來之後補牆跟重建 才是真正的關鍵 我們來看看重建呢 在這些年來呢 都一直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不外乎大家說 我這間房子很價格啦 為什麼說你農資料給我多少 我才本回來 我明明這間房子三十幾坪 本回來十幾坪 你是要叫我怎麼大 價格談不攏 或者是容積談不攏 這都導致改建重建的困難 我們來看看到底 接下來快篩之後怎麼辦 台灣地震頻繁 兩年前台南大地震 也加速了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戶加速重建條例的審查 不過才實施近十個月 食物界在推動上 已經出現不少抱怨 我希望在十頁之內 就完成這個報告書 如果說我們今天報告書 還要做到這樣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的生命是在哪裡 不只危老重建 必須要減付的報告書 愛批繁瑣 也有人認為三年內完成重建 申請可以想百分之十的容積獎勵 看得到吃不到 而且申請重建前 得先經過出坪等程序 會導致建物所有人 不敢申請 危老重建協會 就建議營建署 既然官方 今年目標完成五百件的 危老重建案 那三十年以上 而且沒有電梯的老屋 更應該直接跳過出坪 建化程序 因應地震威脅 行政院宣布四年投入六十億 提檢全國建物耐震度 和重建補強 有專家認為九二一之前 因為政策鼓勵 導致民間一樓廣設開放空間和七樓 但耐震度相對脆弱 建議政府要全面檢視 當時的建物執照做好把關 那事情的時候 這個又是結構軟弱的地方 所以同時政府應該對於就是 七樓的部分 還有針對於一樓開放空間的一個 當時政府是鼓勵的這種方式的話 應該是整個來做一個檢討 有學者認為 公部門對建物的強制安檢 能否真正落實更是關鍵 後續若能夠延伸到房屋交易的 安全履歷上 政策才能可長可久 記者小陳昌偉台北報導 不過署長兩個問題 然後一個剛剛也是學者 跟那些團體在講說 行政程序不要那麼複雜 不要給它簡化 不要說合不住 叫人家報告 怎麼這樣 兩家十家就好了 這是一個行政程序的問題 這個可能比較容易解決 第二個大家還是很期待 那五層樓以下 這個是臺灣最多人居住的 居住的型態 能不能在這一次有效的去提高它安全 是 署長 因為這一次行政程序提出來 是一個全面性的完整的配套的一個措施 那我們剛剛講 私有建築物其實它佔的 那個總數量相當的多 那我們是把它區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像所謂的公共種使用的 雖然它是私有的 可是它是高度公共種使用的 像大賣場 像百貨公司 像旅館 那這一些或者運動設施 那這一些呢 我們是強制你的所有權利 也就是使用人或營業者 因為它是一個營業的商業建築物 營業者或者這個經營者 他本來就有責任 應該去確保這個建築是安全的 來保護這個消費者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已經修法 修改我們的公共安全檢查 順暴辦法 就是強制這個建築物所有權利 跟使用人也是經營者 他必須要去做出品跟賞品 那第二個部分 就剛剛大家講的快災的部分 這部分很重要 是 所以我們有沒有一個期限說 全臺灣 全中華民國 所有的電影院 KTV 那個什麼百貨公司 大賣場 商場 或是Costco 或是什麼有的 沒有的 只要是說超過三百坪 只要是公眾使用 不管你是公共或是私人的 什麼時候要提報給地方政府 或是內政部 那個耐政評估 通過的這個報告 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修改公關檢查 申辦辦法 已經在二月二十號 已經發布了 發布了 那未來因為我們 像這一些百貨公司或商場 如果他是單一所有全能的 整棟都是百貨公司 整棟都是大賣場 或者整棟都是旅館的 那這個呢 我們就會要求說 你必須要自行去精英者 或者使用人 你就必須要去委託 強制他要求去委託 這個專業團體來進行評估 我們已經開始 華鏈發布 接下來就會開始實施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有一些 他可能是混合使用 就剛剛理事長提到 有一些混合使用 這個建築物裡面 可能有一部分是拿來當商場 可是剩下的可能 有的是辦公室 有的是住宅 那這種混合型的 我們就會歸到第二類 就是剛剛講的 他政府會主動去快篩 快篩出來之後 再要求他 去做出品跟享品 那第三種就是 剛剛大家提到的 五樓以下的 我們是做六樓 以上快篩 五樓以下的部分 我們是接到危老條例 就是說 我政府補助你去做出品 如果出品出來 他確實他有疑慮的話 因為我們的出品的結果 大概分成三大類 一個是出品出來 分成六十分以上的 那這個一定有問題了 你就應該趕快去重建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他在三十分以下的 就他還是安全的 那就不 我們就不會要求他說 你要馬上去改建 那如果在三十到六十的 那他如果沒有電梯 一樣 就可以直接適用危老條例了 所以剛剛大家講說 這個五樓以下 是不是應該簡化 我們就是從這邊來簡化 因為五樓以下的 大部分都沒有電梯 但這些沒有電梯的建築物呢 我們就希望他趕快可以來改建 因為現在很多的這個 高齡化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電梯 所以有一些高齡者住在這裡面 他就造成非常多的不方便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種沒有電梯的 那如果他沒有分數 再三十到六十分的話 那我們就叫他不要再去想品了 你就直接去重建 直接跳過去 直接可以適用我們的危老條例 那我們就可以給他獎勵 剛剛主持人提到就是說 那是用危老條例的這種建築物呢 他程序上是不是可以簡化 就是要來簡化他 所以才會定危老條例 他就不用去走都更 條例裡面的 還要去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還要去走前面計畫 不需要 他只要提出一個重建計畫 就可以來申請了 那就可以核准 就可以去拿建造執照 所以我們一般有人講說 你依照都更條例 可能要一年兩年 才能夠走完所有程序 那目前危老條例 因為我們從一百零六年五月通過之後 那八月完成相關的 執法的訂定 十二月各縣市政府 現在已經有八個縣市政府 開始在受理危老的這個重建計畫 那依照目前審核通過的 最快兩個月 兩個月就可以完成這個審 我們如果是因為危老而去改建 這就不是都更了 危老而去改建 容積有補助嗎 有 就是我們最高剛剛提到的 可以提到 可以獎勵到百分之四十 四十八 對 四十八 那如果我們是 如果你在三年內 我們危老條例發布 三年內大家趕快來申請的話 最高農基率可以拿 可以獎勵到百分之四十 OK 就是三十趴再加十趴 十 對 沒錯 不過理事長我請教你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談 不管是改建 或者是都更 是否政府已經提供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機制 而不要讓一個人反對 那或許那個人反對的有道理 但是如果他是漫天喊架 卡死所有人 這個問題怎麼辦 但是我們來看看 所謂的老屋健檢圍勞補強的政策 也不是現在才提出 一直在提出 但是看起來成果不是很好 我們來看看八十九年就核定了一個叫做 公有建築物耐徵能力評估跟補強方案 針對民國八十六年之前的公有建築 來做耐政補強 成效是什麼呢 出坪兩萬八千多件 完成祥坪一萬四千多件 那在台南圍觀大樓倒了之後 民進黨政府呢 還有一個叫做安家雇員計畫 這是民國一百零五年推動的 可是呢成效是什麼呢 一百零五年呢 編了八萬三千件要給預算 六千多件來申請 那編了兩千件祥坪的預算 一個人來申請都沒有 一百零六年呢 編了一萬三千件呢 要來做出坪 可是來申請只有一千五百零八件 然後呢祥坪編了兩百六十件 但是只有四伏來申請 為什麼卡在哪裡 阻礙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大家對於自己的房子 要來去檢查這麼的抗拒 原因出在哪裡 家住台南的李小姐說 這道裂痕是前年強震所導致 當初她想申請老屋見檢 但因為是大樓 得管委會同意 裂痕割了一年 等到找人檢視確認結構沒問題 才敢繼續住 因為我的房子是我要住的 我不是做投資 所以我會比較希望 我的房子是能夠住的安全 不少人跟李小姐一樣 擔心房屋結構安全 因而申請政府在台南地震後 推出的老屋見檢 但該鄉政策在實施一年後 成效不佳 全台申報見檢的比例 各縣市平均都不超過一成 不光是擔心房價崩盤 政府只提供八千元出坪補助 出坪後如果有問題 還得進入翔坪 最後確定房子有問題得補牆 可能還要花費高額的相關費用 也讓民眾卻步 此外老屋漸減欠缺強制力 導致民間執行力不高 黃世健表示提升台灣 防災意識需供全力介入 簡化立法增加補強誘因 才能提高防災效能 不過你知道我們大概很難去罵說 民眾你那個要錢不要命 房子都要倒了 還在關心房價 因為這是人性 所以你就必須從制度面 跟法令來去克服人性的這些弱點 為什麼做不到 現在的法令跟制度可以怎麼做 我想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個層面 來開一個五層樓以下 一個六層樓以上 五層樓以六層樓以上 其實都是有管委會的組織 那管委會組織像這種修繕 這種是屬於重大議案 通常要經過四分之三的同意 四分之三的出息 所以它相當困難 搞不好杯葛就是管委會在杯葛 對所以基本上 它是很困難的 那五層樓以下呢 我剛剛講過 你去做補強其實也不實用 而且花了錢 而且剛剛講 其實他那個安顧計畫 之所以沒有成效是 那個時候還沒有訂定 這危老條例 我覺得危老條例 訂出來之後 把整個框架 可以說在架構上 補得比較充分了 現在我們來講 現在這營建署訂的整個框架 比較能夠整個配套 做事算是比較完整 現在執行起來 我要說 比以前有機會多了 現在的這個安顧計畫 現在推動的情形 可能會比以前好很多 因為現在政府也鼓勵你 不需要再這麼囉嗦 因為其實他們現在政策看起來 我認為啦 應該五層樓以下 他會傾向你 你乾脆改建算了 因為實際上你的花費更便宜 也沒有哪個傻瓜 去補強 花了很多錢 結果把這個柱子弄得那麼大 變得使用空間非常窄 而且又沒有辦法改善 你的這個結構安全 所以基本上五層樓以下 我覺得基本上 可能會走向就是改建 那五層樓以上 六層樓以上 其實是要改建 是有他相當的難度 那你如果這樣慢慢 漫無邊際的 這樣一直拖下去的話 可能再來一次地震 他們可能就出現問題了 五層樓以下 我們盡量鼓勵他改建 六層樓以上 我們盡量讓他補強 那地震來 能夠改建 到最好 我覺得現在他們的用意 就是說 要讓六層樓以上 達到共識 太難太難 那在達成共識 以前 不妨無妨先把 先把生命保持住 我想政府的政策 應該是這樣 其實我換個小 我其實對老舊社區的人 還算熟悉 從小到大都住在那樣的社區 其實我認為 大家都還是想住安全的房子 能夠換房子 大家的意願也還算高 那這卡在幾點 一個是說 哎唷 我現在住在那裡 不錯 舒適 裡面最少三十坪 我如果蓋之後 會說存十多坪 你再扣住公司 我是怎麼住 空間變小的問題 第二個呢 我如果去家 我現在要住庭 生活環境改變的問題 當然還會有人說 我如果說 本來三十坪 你給我蓋五十坪的 我還要拿一兩千萬來給你買 這個我就被趕出去 我原本的生活環境 可是剛剛看到 微老補助四十趴最多 你還要綠建築 有的沒有的 最多補助到四十趴的容積 看起來優陰也算大 就看起來優陰也算大 因為其實四十趴左右的話 那個概念 就已經是公設算在政府頭上了 對 那概念上面是這個樣子 不只 我們現在公設三十趴 就算不錯 等於說還多給你一些 那只是說 我們這樣說好了 很多的住在老舊公寓的民眾 特別是年紀大的民眾 他其實繳完房貸之後 他事實上身上大概也沒錢 也沒錢了 那剛剛理事長提到說 確實我們今天 如果能夠老舊 整個重建是最好的 但重建的過程裡面 你還是有一些費用 你費用還是要去跟銀行借錢 又回歸到沒錢這件事情 那當然這個事情來說的話 是有過去像我 我聽說日本他們其實 在操作這種所謂都市更新的部分時候 他有一些人 他可能比如說 他用他的土地去換 等於說用權力變換的方式 他去換一些權益出來 那未來就是我今天這個區域 我可能去做一個改建之後 我有一些住宅 類似像社會住宅這樣的概念 我安置這些 我可能我沒有錢的人 那我達到整個區域 整個更新的一個目的 那這樣子也許它是一個方法 那當然另外來說像剛剛信聰哥你有提到 就是說我可能中間改建的這個過程 沒有辦法去 沒有辦法找不到租的地方 因為確實現在如果說 是以租認市場來說的話 你要去找租的案子 其實不好找 那這個過程來說的話 過去我知道有一些國家 他們在這樣子的一個操作上面 他們採取所謂 採取中繼住宅的方式 中繼住宅就是說 我今天可能我原來是學校 或者是我原來是工建組 但是我這個工建組 可能我現在不用了 因為我也許少子化關係 我不用了 工建組改成類似中繼住宅 這樣子的中繼住宅來說的話 我可能暫時我居住 這些所謂的我要更新的民眾 我沒有地方住 我先住在這裡面 等到我新的房子蓋好之後 我再移進去 這個也是未來 也許可能可以操作的一個方向 那當然就我們自己的觀察來說的話 其實齁 如果說以雙北市 特別是臺北市 很多的五層樓以下的屋主 他其實他沒有住在裡面 他也無所謂 因為呢 反正他就等 等未來可能有好的建商 來跟他談 相對比較好的條件 那在這段時間裡頭 他總會有一些 比如說身體沒有辦法爬樓梯 這個問題 他就把房子去做出租 所以其實他可以透過 就是他一方面 他這個房子去做出租 他搬到稍微比較邊垂的一個地方去 解決他自己居住的問題 是 但是老房子還在卡岸裡面 變成都市之流 這個所以其實來說 他是一個一定程度上面 我們自己觀察到的一個結構性的 一個問題 不過現在我們比較有機會 因為我們社會住宅的量 慢慢起來 所以你要做中繼啊 或是說去福島 有一些方案 其實比較容易做 可是我再來看看 這個是營建署 我不曉得這個資料 是不是夠及時 是不是真的反映現實 可是如果你從營建署 這個都市更新網來看的話 安娘為都更 這個歷年核定的這個案件數 全國算起來呢 一百零四年一百 只有一件一百零五年零 一百零六年零 一百零七年還沒過完 所以先不要看 但是呢 我們來看看 最重要像是臺北市 臺北市 你看看都更呢 在一百零五年零 一百零六年零 然後呢 你如果看到新北市 新北市的都更案件 也是寥寥可數 可是我談到 要走到都更是很不容易 但是現在微老不用走都更 你是另外走那個改建的方式 就可以都更或者是說改建 是不是只要有一個人 一戶反對 我們通通走不下去 這個問題已經談了很久很久 一方面呢 是所有的土地住宅正義的問題 因為憲法規定 我們的保障財產權 另外一方面呢 是所有住戶的生命財產安全 如何平衡 政府是不是有新的做法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都更改建 在臺灣 永遠是遙遙無期 永春都更案十三號復工 同一戶滿聯喜悅 八十多歲的住戶說 等了十多年 回家的路終於有希望 但也怕又出現變數 為在臺北市中校東路的永春案 面積大約一千一百多平 在兩千年被公告劃定為更新地區後 遲遲無法取得全數住戶同意都更 二零一六年更因為不同意戶提行證訴訟 讓案件延宕 去年北市府被法院認定 選配過程有瑕疵 因此全案重啟河嶺都更計畫 建商重新取得建造才得以復工 市府期望在兩年後完工 北市都更進度緩慢的案例 除了永春案 最受注目的就是士林文靈院 都是卡在不同意戶的問題 三十八戶中有三十六戶同意都更 但不同意戶王家不願搬離 北市府二零一二年強拆 結果引發爭議 直到二零一四年 王家與建商和解 才讓文靈院可以繼續興建 為了加速都更進度 內政部去年公布 都更條例修正草案 打算透過強制聽證 解決不同意戶的問題 但永春獨更案不同意戶 蓬榮三並不共同 認為修法只是回到原點 並痛批政府還是 站在建商的角度修法 不過署長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 可是看起來好像是沒有拿出一個 非常有效的方法 我們來看看全國呢 將近一半的房子呢 都是六三十年以上 特別是臺北跟新北市呢 臺北市高達六十七趴 那將近六十萬的房子 都是三十年以上的老屋 新北市呢 更多是六十七萬多 都是老屋 剛剛我們談到 都更呢 是幾乎不可能 那重建還有一點點希望 可是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張呢 之前內政部說 我們現在提了一個新的做法 這行政院也已經通過了 需要到那個立法院 去都更條例去再修 包括說你都更呢 不能隨便都更 要跟都市計畫連結 免得惡意圈遞 像是苗栗大埔那樣子 然後呢 地方政府的都市更新審查委員會 要強化 主要來處理爭議 不是只來審容積 合不合理啦 如果有人有爭議 你要能夠在這個都委會裡面 去審查 再來呢 如果有一個人反對 沒關係 我們辦強制聽證 讓社會來公平說 這個到底是說得有得利 還是說他根本就是丁子戶 強制聽證有辦法解決都更的問題嗎 剛剛大家提到幾個問題 就是說都更沒有錯 他依照都更條例 因為他所需要整合的這個時間會比較長 那但是我們依照我們內政部的統計 那在去年一百零六年 那都更案已經達到八十七件了 那相較以前幾年來講 平均一年大概就四十個案子 所以其實他是在增加的 那我們也相信說 未來這個推動的速度會更快 因為剛剛大家反映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程序簡化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在去年 立法院會通過維老條例 就是希望讓他分流 就是說如果他是已經百分百同意了 就不要再去走很農場的程序 政府就給你一個很明確的容積獎勵 那他趕快去走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剛剛講的 那對於這個都 在到都更可能每一個住戶 他的經濟條件並不完全一樣 有的人他可能 因為不是每一戶都可以一瓶 換一瓶 可能還是要出一點錢 有的那個地方 他的房價比較低的地方 他可能還是要出一點錢 但是不是每一戶的經濟能力都那麼好 當然 所以我們這一次剛剛大家講 為什麼安家固演計畫 當時申請的人比較少 因為當時的配套沒有完整 那這一次行政院 已經把新的配套措施提出來了 就是從那個耐震評估到規劃設計到施工到完工 都有完整的這個獎勵的措施 那尤其是在剛剛大家講的經濟協助這個部分 那這一次我們對於這個貸款的部分 我們也會來提出所謂的貸款利息的補貼 他可能需要出一點錢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給他去經濟上協助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可能他沒有其中的財產 可能只有這棟建築物 那他要去貸款呢 他可能沒有抵押品 我們也提供信用保證 讓他可以來貸到款 這一次可能配套會多一點 但是 所以整個是已經完整這個配套 讓他希望說未來可以推動得更順利 另外一個部分剛剛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說 那對於都更條例 就現在可能還是 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同意了 可能有人反對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剛剛這個看板裡面有提到 未來我們把他的程序做得更完整 那讓這個不要到最後要拆除了 要改 所有程序都走完了 要拆除改建的時候 他才又出來反對 所以我們希望在前階段 能夠讓這個資訊都是公開 都是透明的 讓大家非常的瞭解 那另外一個大家擔心到的就是說 那你這個估價是不是公開 是不是透明 尤其在權力變換的時候 大家對估價是比較有意見的 那這個是我們在都更條例裡面修正 也把這個估價的這個程序 把它定得很清楚 未來這個估價是要公開的 而且是 不是有建商直接來找估價師 而這是估價師在這個找估價師的 這樣的一個程序上面 也讓主婦有機會來參與 那希望他的這個資訊都是公開 另外一個主持人提到聽證的這個部分 並不是說到最後才來辦聽證 而是說 你只要在這個都市更新計畫的審議 或全面計畫的審議過程當中 只要有人不同意 那就強制他去辦聽證 把這個資訊全部的公開 讓所有的政府都可以清楚的了解 這個案子的詳細的內容 跟他的財務都是公開透明的 加信證護是這樣的 丁子戶的問題解決了嗎 其實丁子戶 雖然我們當然知道公開是一個好事 但是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現階段很多的丁子戶 他們其實採取的並不是所謂的 法律上面的做法 他們採取的是所謂非正常管道 比如說透過程序的拖延 比如說透過媒體 比如說透過其他的一些管道 他去尋求一些社會輿論上面的奧品 這個學校外界來看就是 它是一個豪心很漂亮的學校 全新的學校有全新的設備 進行全新的實驗 用這些體驗人活動 開啟他的大腦的運作 他們不是要設計給自己的玩具 是設計給幼兒園 進入公辦實驗學校付同樣的學費 享有不一樣的教學內容 我們所有的教材都是老師自編 我們就不再用原本分科的方式 國語數學這樣的方式 一個夢想的規劃是說 我們的畢業典禮的那一個 拿畢業證書是必須在洞裡面 不只是探索改革的新天地 實驗教育也是小校救命的契機 這個學校已經到了 哎 家長不選擇我們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整個轉個方向來思考 家長要的是什麼 擅長以簡單快速取得方便的方式 分享正確生活觀的譚敦詞 公開自己身體力行的生活防毒妙方 從日常生活做起 打造出全方位都健康的無毒好生活 現在捐款一千元 獲贈譚敦詞的無毒好生活書一本 詳情可掃描QR Code公視網站 或播02-2633-2000-9 台灣原創超人氣動畫 我生活的地方叫做Food島 住著各式各樣的食物人 無敵可愛Food超人 如何對抗肮臟蒼蠅王 嘿嘿嘿 送給你 髒啦 在冒險與趣味的故事中 認識食物 愛護整結 看周 周一到周五下午五點 Food超人公視獨家首播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